老法寺有讲过一个上海的故事 老法寺说世事无常 他说世间世 老法寺说其实都是因年果报 这只是一般世间人 对这种因果事情知道的不踏实 因为我们没有智慧 我们都有隔阴之明 而且英国本身是错综复杂 有现报有生报有后报 现报现在做现在报 生报现在做下世报 后报现在做好几次以后才会报 老法寺说早年有一位上海叫乌宜庆周围老居士 他就讲过一个真实故事 他说在抗战初期在上海认识一个商人 这个商人做生意做得很好 他的小孩子是独自 非常的顽皮 小孩子有一天他就去上学的时候 就带了十块钱 结果十块钱就掉在地上 有一个人就跟他父亲认识 就把这个十块钱捡起来 就跟这个小孩子说 你叫我一声勃勃 我把这十块钱还给你 这个小孩子说 这个小孩子也是很调皮 因为他有钱嘛 他家里爸爸有钱 他说那换成你叫我一声勃勃 我再给你十块钱 他说老法寺说 顽皮到这种程度 那么有一天 这位商人在做生日 请了很多朋友过来 他突然间看到这个小孩子的面貌 非常惊讶 当时他这样大众宣布 他把所有全财 要给这个小孩子 后来他跟他朋友说 他说他的财产 他为什么 因为他当时 这位上海这个商人 他做生日那一天 他看到他小孩子的脸的时候 他根本就看到 他前世的老板那个德国人 所以他才会当众宣布 他财产全部给这个小孩子 照理讲 他也是会给他小孩子继承 但是他在众人面前 要表伐这个因果 为什么 他后来才把这个故事讲出来 他说在二世世界大战以前 他是帮一个德国人做事 在上海 那个德国人后来要回去德国 要回去德国以前 他有将他把公司的业务 先暂时代理一下 这就为这个富商 他说你代理以后 我将来还会再回来 结果没有想到 这个德国人回到德国以后 就死掉了 所以这个公司跟钱财 就全部变成这个中国人的 那后来就生死这个儿子出来 就在他做生日那天 他看到他儿子的脸 突然间变成他那个德国人的老板 他就知道说是他老板的脱胎 当他的儿子 要把这个公司跟钱财再要回去 那所以上海这个商人 就当众这样宣布 事实上就是表法这个因果 权务